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安民警正在会同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展开一场紧急救援 他在小溶洞边上游玩的时候 不小心就滑落 跌落到下面去了 里面有20多米深 刚刚您看到的是一场紧张的救援行动 坠入山洞的人名叫刘永康 当天他带着三名女子来到当地游玩 不慎就掉进了10多米深的一个溶洞 万幸最终脱险 然而呢 令人意外的是 在他获救之后便被警方行使拘留 这是怎么回事 经过多支救援力量的共同努力 坠落山洞的游客被救了上来 经过120救护人员的检查 他虽然身受重伤 不过并没有生命危险 尽管伤情严重 但是刘永康却强撑着盯着办案民警手里拿着的一支钱包 似乎非常在意 我们打开了车子的时候 就发现里面有钱包 然后一打开来就是警察两个字 因为市面上有一些类似的绑制品 因此民警一开始也没有过多地对钱包在意 不过与这名男子同行伙伴无心的一句话 迅速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看守门的那个工作人员嘛 他说是我们局里的民警 而且我们也问了那个跟他一起同行的女子 他也说是那个是公安民警 当时我们觉得纳闷 这个人又不认识